重久登高纪 在九月的第九天 我带着一些学生登上学校前面的柯山 不是为了寻找避暑的地方 只是想在秋天出游一下 山很高 悬崖陡峭 我们费力地攀爬上去 到了山顶 有一小片平地 好像天意让游人在这里休息 登高后俯瞰 南面的群山起伏在脚下 北面的长江奔流在大地中央 田间小路如同猪王 房屋清晰可见 天地的壮丽景象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对学生们说 你们知道安徽的美景吗 小湖山守在上游 二梁山守在下游 陆地上有连绵的山巒 水面上有宽阔的江河 与姑苏相邻 长久以来一直是精灵的门户 精灵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它的雄伟可以想见 精灵的兴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兴衰 而安徽的兴衰则影响着精灵的安危 因此 很多争夺天下的人 都曾在这里吃城 虽然如此 近代的风雅已成为古迹 蜈蜈的花草已埋在幽境中 城市还在 但人民已变 所有的努力只留下给后人怀念的废墟 这是为什么呢 在得知的时候 他们瞧不起所有的人 自认为可以统治天下 谁不想让子孙成为万世的帝王 但转眼之间就灭亡了 这固然是命运的安排 但也是人的错误 现在试着顺着江水看去 越过纠资和彩石 烟雾缭绕中 国民政府庄严而辉煌的立在那里 它能持续万年吗 这取决于执政的各位 话还没说完 一个学生笑着说 老师的讲解很宏伟 可惜没有放音机来传播警示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我们都感到饥饿 各自拿出干粮和水果 突然有人指着朱鱼问 环景盛是不是把这个装在红筹带里 登高避暑用的 我说 书上是这样写的 但事情的真假难以确定 现在的水灾过后 鸡鸣堵路 墙盗四处出没 村庄成为废墟 灾情之重前所未有 我们想寻找世外桃源 却无法实现 朱鱼还在 高山还在 但荆棘已成为陆林的手 险峰已成为暴徒的依靠 杀人越货每天都有消息 行人都警告对方不敢走进灵谷 灾难来临 无处可避 这也是我们的不幸 不久 晚霞升起 天色渐暗 有的学生捡了骑食 有的摘了猪鱼 似乎是为了矿物和植物的研究 我和学生们一起下山返回 喊叫声和愤怒的声音是秋天的声音 飞舞的纷纷扬扬是秋天的叶子 秋风刺骨 人们感觉衣服很薄 秋露低落 鞋子快要湿了 等到达学校时 已经是星星点点的灯火 应学生们的请求 我这样记录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